進入狀況 那先介紹一下 我這邊應該有一些我不認識的 我職業是律師 然後現在在Ginney主要參與的專案是 揪宗 揪宗就是主辦每兩個月拉松 還有比如說今天這個會議 都是揪宗這個Test Halls來舉辦 那還有Ginney International 就是Ginney國際交流 這是Ginney比較新的Test Halls 然後還有我是三個小孩的媽媽 然後這是Ginney的介紹方式 就三個關鍵字 然後今天的Talk裡面 其實有幾個前面的 就是他有一些前傳 前傳是我在去年那個Summit講的 Ginney Summit講的 公平科技中的法律文件 如果沒有聽過的話 我不知道不太確定說 今天會不會覺得有點不太理解 那再來就是那個講完之後 我今年三月有去巴黎講了 就是講了Ginney法力過世的英文版 然後再來就是今天的Talk 我希望能夠一直慢慢深入下去 然後去分析說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是怎麼做的 然後要怎麼樣繼續做下去 這是我主要的問題 然後大家有去過GinneyP的任何活動嗎 這是有沒有人完全沒去過的 真的嗎 大家都有去過 好 那GinneyP活動的特徵是什麼 共平 共平還有呢 炸雞 蛤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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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GinneyP的特徵就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特徵就是 炸雞和救人 還有Pizza 然後其實就食物啦 那為了延續GinneyP的精神 GinneyP那個國際交流小組 在今年六月的時候 有跟日本和韓國的社群合辦了一個在沖繩的麵海松 然後麵海松的舉行的模式 完全是發了我們GinneyP 就是大松的模式 所以我們就在沖繩 也是準備了非常多的食物 然後 因為我們其實人很遠 不知道在那邊要怎麼準備 所以到前一天都還非常焦慮食物 但是後來食物就非常順利的出現 所以活動也很順利的進行 那大家在這張圖裡面看到 這是六月面海松的活動照片 那 大家就是在那邊聊天吃東西都要走去 那另外一個是 當然那一天有工作 那兩天有很認真的工作 所以 一般我們在GinneyP的場合裡面做哪些事 就是在GinneyP的黑客松大松或小松裡面 大家一般會做哪些事 大家都在那邊幹嘛 有沒有人第一次去覺得搞不清楚 這新人在搞什麼 通常在幹嘛 吃 對不對 還有嗎 就看一下這張圖嘛 這張圖裡面大家在幹嘛 聊天 對 還有呢 這裡 這裡在幹嘛 Hacking Yeah 還有呢 還有一個 基本上呢 在大松小松的場合裡面 大家會發生這四件事是主要的事情 就是要吃 然後會聊天 然後會hacking 然後還有一個是比較 你可能不會注意到的 就是推坑 當然推坑的相對 就會有一個掉下去的動作 對 那基本上我覺得 GinneyP的 GinneyP的大松或是小松 基本上就是用這幾個 這幾個行為構成的 那這幾個行為構成以外 在GinneyP的大松和小松裡面 會有哪些不同的 參 人或角色出現呢 我自己覺得啊 大概有這四種人 第一個是路人 就他這就是路過人 那再來就是 那就是參與者 那再來是貢獻者 還有坑主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子 我會這樣子區分呢 因為我覺得根本每個角色 其實做的事情不太一樣 你如果是路人的話 你大概就是看一下而已 對 你可能過來看一看 可能也不太 就不太知道這些人在幹嘛 那可是呢 如果你一旦吃了東西 你就會變成一個參與者 所以要很小心 不要到GinneyP的場合 在吃東西 如果你開始吃了東西之後 我又會覺得 你不是 你不是看看而已喔 你至少還跟我們一起吃的東西 吃東西對華人文化 還有台灣人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 然後吃東西的同時也會有 就會開始聊天 所以就會有參與者 基本上你有吃 有聊 有觀察 就算是參與者 可是參與者再來你 要怎麼 我覺得還有一種不同的 有些人就這樣子 然後一天結束就不去了 但是我覺得 我希望 我自己會希望 把參與者和貢獻者區分 就是當你開始 不是吃 不是只有吃 只有聊 而是你真的開始做事情的時候 做事情這件事情 做事情這件事情 可能包括hacking 可能包括你寫文件 或是你幫忙 整理一些東西 文件資料 當你開始做這些事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一個contributor 就是一個貢獻者 那再來你在大宗裡面 你會看到有歐跟海哲 就是會有一些組織的人出現 那這些人呢 他其實 他其實主要工作可能在推坑 就是他撞到坑 然後他也推坑這樣子 那所以他其實除了吃、聊、貢獻以外 他還要負責回坑這樣 然後呢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 大家知道G0B 你去G0B的時候 你有會收到什麼 就是要寫什麼NDA 簽NDA 或是要簽什麼出席同意書 什麼這種東西嗎 你們有印象嗎 TKTX的時候 你需要去打勾嗎 你們在報名大宋的時候 報名大宋的時候 我們需要打勾 說我同意遵守 我同意遵守什麼東西 什麼行為規則 都沒有 對 但是呢 其實G0B並不是一個沒有會犯的地方 最低限度最低限度 我們在大宋的地方會有行為規則 行為準則 就是CODOM conduct 像今天我們也會希望各位 在場的各位都 都能夠遵守CODOM conduct 所以即便你路過 我們也希望 不是路過來 譬如說騷擾我們的 其他貢獻者 所以這個是最低最低限度 我們在G0B的場合的等一個規範 那再來就是 如果是 如果是參與者 當你成為參與者的時候 其實會希望你會去看一下 G0B宣言 否則你不知道到G0B來是做什麼 G0B不是說好大家就來吃飯聊天而已 其實我們的專案都還是有遵循一定的規則在 那些很比較抽象 但是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一些共同的理念 還有共識寫在G0B的 G0B宣言裡面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 所以當你成為參與者的時候 我們期待你能夠去遵守G0B的宣言 那再來如果你要進行貢獻的話 我強烈建議你就是要去看license 就是看各種在文件上面 不論是你使用的素材 當你開始協作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這些很多很重要的license進來 那在每一個共理上面 其實我們或是提案單上面 我們都會希望提案者能夠標明他的 他希望所使用的license 這樣子其他人就可以重複的利用 那包括說我們像 我覺得這些事情是其實是 讓我們原來有的素材 能夠更有更多的被利用 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 因為像是我們去沖繩回來之後 拍了非常非常多的照片 可是然後大家也很孩 就把照片全部都上傳到一個google photo 就是一個google相簿裡面去 那但是你知道 製作照片有權利的嘛 對不對 有製作權 所以呢 後來我們回來之後 我們做一件事是希望說 所有參與者能夠標明說 他所拍的照片 他拍的照片 他希望是用什麼樣子來授權 那當達成這樣的共識之後呢 之後參與者要再去用其他參與者的照片去做 如果事後做報導或是文章 或是再重複做利用 就會變得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不只是一個貢獻者 你已經是一個google manager的話 就是你自己主席的專案或是 其實你會希望你能夠去考慮治理的問題 就是治理這個是可能是比較抽象的事情 但是我會希望你去討論 在規範上去討論治理的問題 治理問題包括哪些呢 包括專案的成員怎麼加入 專案的成員怎麼退出 然後專案的進行過程中 有哪些規則是需要被遵守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所以大概 summarize一下就是 我們會有參與者 然後他可能變成貢獻者 最後他有可能會變成organize者 那所以在參與者的階段 你需要八樓的可能就是行為選擇和領域選演 然後到contributor的階段 你可能需要的是雙CC授權 你剛剛還有你用的那些Gata商用的license 還有如果你拿open data資料來的話 你必須要搞清楚那個open data的license是怎麼樣的 那如果是organize者的話 你可能就必須去想說去思考說 我希望這個專案是用什麼樣子的方式來做治理 那所以講到現在你會發現說 我們其實並不是一個那麼鬆散 然後沒有結構沒有組織的一個社群 其實我們慢慢就是慢慢的從沒有 你有可能是在一個沒有架構沒有結構的狀況下 但是你也可能會慢慢變成是有一個比較 有一個比較結構化的東西在 那再來就是說其實從我們組織上面來看的話 除了角色以外的話 其實一開始可能會是proposal 就是我們看 我們專案或是 就是裡面內部小組織演變 一開始可能是proposal 那有提案 你到大宋來提案 或是你在HackMD上面寫 提案之後 那如果有人加入的話 他會變成一個專案 那最後你有可能希望那個專案變得更正式一點 然後更持續更長久一點 也許他會變成一個特別的 特別的test box或是 特別的小組這樣 那所以呢 其實GDP現在看起來是 是類似這樣講 沒有很多不同的小組 那食物組很重要 食物組是我們重要的那個test box 然後還有那個我們外戶有OCDF 來幫我們處理行政的事情 那另外我們也有一些贊助 所以其實我覺得GDP並不是 我認為GDP並不是一個真正去中進化 已經不是一個去中進化的社群 它比較是一個多中進化 各自小組在運作的一個社群 那其實在不同的小組裡面 你有可能是不同的角色 譬如說我 我對COVEX來說我可能就是路人 因為我可能就很久沒有去參與 所以我就是我對COVEX來說可能就是路人 但是如果我對那個 我對COVEX或是音效來說我就是坑主 然後可能在別的專案裡面我是貢獻者或是參與者 那在不同的角色底下 不同的專案角色底下 其實你要發的規則是不太一樣的 到現在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有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覺得我無所八道的之類的 那睡著了嗎 好 你有問題嗎 都沒有問題 好 第二 那個所以去中進化是一個大家想要朝向的目標嗎 還是 我沒有想朝去中進化出那個 我覺得去中進化是一種現象 就是我覺得對我來說去中進化是一種現象 那個去中進化你後面有沒有要追求的價值 對我來說去中進化希望追求的價值是 平等參與 就是有更多的參與期望 對我來說是這樣 那我可以後面再講一下 我覺得去中進化過來都是個現象 不是去中進化之後大家要做什麼 大家有看過那個去中進化之後要做什麼 大家有看過那個有一篇文章就是無價過的暴政嗎 有看過嗎 我有貼在我們共筆的那個reference裡面 我很建議大家看一下 我其實滿贊同他裡面的一些說法 他說去中進化是你在情感表達或是抒發的狀態之下 但是當你真的要進行行動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用無價過的方式進行 基本上我自己的經驗我有認同這樣的想法 好我們 好問題好可怕喔 而且有這號出現了 我要緊張 我想要反對一下這上面的兩個箭頭 在我看來 他們並沒有說你一定要牽制房間層的人才可以採去 跟這個專案會拿一些這種東西 對 並沒有什麼深度的差異 我覺得在參與的深度上還是有差異啊 就是你要花的時間上是有差異的 但是你有可能譬如說上一次有一個 最近有一個專案我非常喜歡 叫做回音森林 大家知道這個專案嗎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專案 然後回音森林的坑主 他是上一次還是上次對不對 上次他第一次來大宋他就提案 然後我覺得他其實有點搞不太清楚狀況 可是他提完案之後有人就加入了 所以他那個proposal很快就變成一個真正要做的project 然後他那時候甚至還不知道 就是他結束大宋結束的時候 他甚至還不知道說回去要寫公平 就是要寫公平 然後我想說哇你沒寫公平 你要回去之後大家都什麼都不知道 就沒辦法寫下去 所以我們就跟他說你要寫一下 寫在HackMD上寫一下公平做記錄 他就回去就寫了很認真地寫 然後他們就開始舉辦小松了 而且他們還沒每個禮拜禮拜一隻小松 所以這位參與者他好像叫阿旺的樣子 他對不對 他叫阿旺的樣子 他就第一次來他就從路人 他就沒有經過路人階段直接變成open line 所以我贊同 謝謝 對我贊同Pony的說法 但是就是不一定說你一定要是 好像有一個審核的機制 基本上沒有 但是有些人可能比較害怕 會慢慢從參與者 然後慢慢奉獻在他們 至少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但是你也可以下天后的難球 對 好 那還有嗎 你還有再出草別的地方嗎 來 依姐 我想問就是 現在的參與者 就是路人變參與者 什麼狀況可以再更 喔 路人變參與者 其實原則上只有路人不太多 因為我們都有食物嘛 那只要一吃就變參與者 比較難的是我覺得是從 我自己會覺得比較難的是從 貢獻者變成 變成organizer 我覺得要從貢獻者變成organizer 是有一個門牌的 對 好 我個人是覺得 你 開始用organizer的角度 想問題的時候 你就是organizer 那其實 他並不一定要 你先是參與者 或是攻擊者 是 喔 但是你要做出來啊 你行動上還是 還是要做一些事情啊 所以 開始用organizer的角度想事情 要解決組織上的問題的時候 就會去想治理原則 喔 開始產生一些治理原則的時候 你就一定是organizer 好 同意 我同意大家都來想治理的問題 要後面的organizer 這樣子 好 那再來 這個不是 應該講的更精髓 這不是專屬的 就是 並不是只有organizer 才能去想治理的問題 比較是對那個 Kuni說的 當你開始想的時候 就像食物一樣 吃了就會變成organizer 所以這樣是鼓勵大家 不要想治理的問題嗎 還是鼓勵大家 鼓勵大家要想治理的問題 好 鼓勵大家要想治理的問題 沒錯 還有一個 還有來 那個COC的康大有什麼問題 喔 對不起 排口 快 好 是是是喔 我就會改一下 好自己喔 對啊 你就知道 超喜歡這種的 好 再來 那接下來每一個都少了一個提了 因為我用複製的 那再來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沒有喔 好那我接下來問 有多少人看過GDV宣言 蛤 你沒有讓我分倒 沒有人看過 再想一次 有多少人看過GDV宣言 請舉手 好 123456789413 13 我不到一半耶 讓我覺得 喔 我們到底是用什麼沒 不成文的法律在運作的 對 應該要放入新種教學 對 應該要放入新種教學 沒錯 好 來 那我們看一下好了 我有一個簡單版 就是 就是 其實 其實沒有很複雜 它 它沒有很複雜 就是 基本上就是 這四點 就是 沒有進入障礙 只要你想 你都可以加入 第二個是 言論自由 然後資訊開放 然後 希望成果共享 那 第三個 第三個是自主參與 然後希望成果共享 第四個是 去中心化 實現流動民主 我對最後面這個 非常的 不同意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進行 反反反反 對 我覺得我們要進行這個 GTV政府宣言的修改 這樣子 我現在提一個婆婆說 看有沒有人要 開始休憩 我們就開始做這樣 要修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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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認真參與 我們預計用到明年那個 Summit之前還是怎麼做 我不知道 我現在隨便來進行 修改GTV宣言 因為我覺得最後這一點 其實已經不符合 我們現在的狀態了 就是 好 然後再來就是活動規則 我強烈建議大家都要看一下 然後 我會建議揪收下次 在TKDX的時候 把它放成要打勾的東西 好 再來 我們有一些東西 叫做GTV的網域申請規範 所以 GTV的網域申請規範 是由誰來審核呢 有人知道嗎 蛤 蛤 蛤 什麼 小半語說誰 小半語說誰 有啊 就是最多應該是 CIO 是CIO高是董朋友的 CIO高是董朋友的 CIO高是董朋友的 對 但是有一個就是有一個小組 他訂了一個規範在HAPPMD上面 大家去看一下 對 然後 基本上他的規定就是希望是 如果你要放到GTV等位以下的話 希望是有開放約束 然後是有文庫的 然後 然後不能以流量或所收集之使用者公開資料移入 然後要符合code of conduct 真的大概是我們現在目前有的我覺得比較細的違反 那再來就是其實規則大概有兩種 就是一種是我們在講GinniB的規則 協作的規則受信是有兩種 一種是大家希望你不要違反的 譬如說像code of conduct 大家希望你不要違反 那另外一種就是如果你做了以後事情會比較順利的 這種是什麼呢 像什麼東西 什麼規則做了以後你可能事情會比較順利的 開共筆 對 開共筆 就是有一些沒有說出來的SOB 其實如果你去發描那樣的規則的話 你的事情會比較順利 然後會有比較多人來加入你的專案 那這個東西寫在哪裡啊 其實你可以在哪些地方找到這些規則 就是供領上面其實有很多這些規則 你從供領裡面去看它的template 然後去看之前的文件 你大概可以找到一些 反正照著做就是一些你就可以follow到那些社群裡面 其實大家有在follow的規則 那我很喜歡的一個東西是這個 大家有看過這份文件嗎 其實不能說這份文件已經是一個fogue版了 對 大家有看過新手教學這份文件嗎 沒有 大家都沒有上過新手教學 大家都沒有上過新手教學嗎 不是我們每次都會 都會在那個有新手教學 都 所以 新手教學的這一份供領裡面呢 有非常多人的貢獻在 然後 所以在做沖繩黑客中的時候 我們拿這份公平翻成英文 所以我們就follow 就是 就是FTO的organizer 包括Cover Japan 還有 那個工作小組 那個國際交流還有Party 就把這個一起follow的一個版本 但是這上面都留了原來 之前曾經貢獻的人的名字 包括了 雨昌 小班 子余 那我覺得 我其實非常非常喜歡 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 我覺得你 要尊重之前的人做的 就是即使我們 我們 我有時候會聽到一些講法說 我們不是都開放嗎 所以 我把東西拿走也沒關係 那 但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那另外就是 另外那個公平裡面還有一個就是 最後這一頁 感謝業 感謝業這一頁我也覺得很棒 感謝所有的貢獻者 這些東西 對 那 我覺得這些是一些比較基本的規則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曾經對GDD的社群治理的流程有做一些討論 所以如果你對治理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看這段文件 裡面有非常非常詳細的 就是 現在GDD各個小 各個 各個 或是各個不同的工作小組 他們 怎麼去 運作 然後怎麼 成員怎麼加入 成員怎麼 怎麼推出的 一些的討論 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所謂說不出來的規則 基本上我自己 summarize 就是 資源要共享 資源要流通 然後彼此尊重 還有以鼓勵代替責備這樣 所以 這個 這些 當你遵守這些 很基本看起來很簡單的做法的時候 其實專案會比較容易進行下去 那再來就是說好 我們來討論一下開放的風險和界限 大家會有覺得GDD的這種開放的精神 或是開放的方式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你覺得我們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都沒有風險嗎 社群從來不吵架嗎 還是吵架都沒有人講呢 就是默默的離開 其實GDD的專案曾經有幾次有Hulk的狀況 通常有Hulk的狀況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小小的故意化 對 那 有人有舉例 有人可以舉例什麼 你所知道的Hulk的狀況嗎 因為 因為 我們的原則上 專案都是可以Hulk 我們也鼓勵Hulk 所以 心態上 請接受Hulk 所以 當有人 想要用原來的專案的資源 或是 資料 去再做一個新的專案的時候 我覺得要鼓勵Hulk 什麼樣的狀況 你會覺得不OK呢 我可不可以問 Johnson 怎麼樣的狀況 如果Covac被Hulk 你會覺得 以什麼方式 如果被Hulk 你會覺得 沒有 我們都CC0 你們都CC0 你們都CC0 大家會該 CC0 真的是非常的Gener 還有嗎 還有哪一個 這裡還有什麼坑組 因為我們有放那個 就是那個 所以主要是我們有放 包括 說 想出去 然後說我 endorse 可是你Covac 這一個 Logo 本身有著作權嗎 沒有 可是 我是說 你不能說 你不能出去 然後說 是我 是你個人 或是我 允許你做的事情 沒有 你就是自己做的 這樣子 我是誰 那 就是Covac 的編輯 對 可是 Covac 不能說 Covac 是 這個群體 專案小組做的 可以說 可以說 這是哪來的資料 可以說 這是哪來的資料 是哪來的資料 可以說 可以說 attribution 可以 就是 endorsement 不行 好 對 所以誰不 endorse 應該說 應該 endorse 指說 你想要 我想要 我想要 應該說 我沒有要推薦 任何人 對 我沒有允許任何人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不能說是 我跑來跟你說 所以 任何想要拿的人 不能說是 我跑去問Covac 然後Covac 很好 我會說 我會說 其實很多人會來 有些人會來 進行跟我們問資料 是 資料其實放在這邊 是 Covac間 但是你不要說 這是Covac給我 然後 Covac 就是 就是 我沒有說 要 認證 合作嗎 Covac認證 對 認證跟合作 認證或合作 對不對 沒有這樣子 沒有授權 也沒有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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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直營店 也不是加盟 也不是行銷 你就是另外一家店 大家是不是小粉 獨地經理 然後在路上 批到一個資料 然後 批到一個 OK 好 撿到了 對 我覺得 我覺得大部分的狀況 是這樣子 就是 會牽涉到 credit問題 還有 就是 有沒有 沒有藉由之前的貢獻 來 就是 有一種混淆的狀態 就是 讓人家以為 前面的東西 全部都是我做的 這個 我覺得是比較 不OK的狀態 那 通常在這樣做的時候 就會牽涉到一件事 叫做代表性的事情 我想問一下大家 在這些角色裡面 你覺得誰是有代表性的 好 代表性的定義 代表性的定義 就是 他出去說 我代表G001 我們G001怎麼樣 你這句話好對勁 好什麼 很不對勁 不對勁哪裡 不對勁 我代表G001 我代表G001 不對勁 然後 然後 我代表G001參選 我會幫我請 這個 我們要不要請 我們請幫你分享一下 他以G001參與者的身分參選嗎 是 是 那是 那是 好 這兩者的區別在哪裡 就 我不代表G001 就 我覺得阿 我就去國外 我去 我去國外開會的時候 我發現阿 你要代表G001很容易喔 超容易 蛤 超容易 超容易要不要分享一下 怎麼容易來 知道 你這樣發言的時候說 我們G001都 直接代表 那你覺得誰可以講這句話 這裡面誰 誰 誰可以講這句話 我們G001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是覺得沒有人可以這樣講 齁 有沒有其他答案 他很機車 是不是 有沒有其他答案 好 後面 我們G001的活動 這邊大部分都是有參加軍 喔 糟糕了 我快沒時間了 好 那大家想一下喔 但是 我們來提供一下那個 知昊先生寫的模板 什麼 我想 知昊先生在某次發表的時候 他覺得他沒有釐清我們 不能代表限定 你 哇 我太想錯 對 那不能代表限定 在電影業狀態之下 他寫的這個模板 請大家下次要去討論 講關於G001的課題的時候 來參考一下這樣 那我覺得 你如果要出去講G001 你在G001做什麼 我基本上是很鼓勵的 哇 這個字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 我覺得出去 你通常會需要出去講 他需要一個舞台 我 基本上你在這裡做的貢獻 你到拿到一個舞台上去講 我覺得是OK 我自己覺得是OK的 然後通常這樣的舞台 他會帶來一些資源 可能是人脈資源 可能是房頂 那我覺得比較好的循環是 你有貢獻你去講 去講你的貢獻 然後 在那個舞台上也許你拿到資源 然後再回來 再把這些資源帶回來貢獻上面 那所以比較是這樣子的循環 那如果是好的 我期待的出去的傳教士 或是代表 不代表G001 但是講G001的貢獻的人們呢 我們可以做到一件事 是讓這些 這些循環能夠複製 然後我們可以擴大我們的影響力 那最後我有一個 國防時間到了對不對 最後我其實本來想要分享一個 我在香港看到的 這是我那一天 第二次遊行的時候 我在香港看到的 然後 其實他們在協作的時候 等一下 他們在協作的時候 後面那一場的遊行嗎 我就是 馬可就跑掉了 超高 等一下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有看過這一個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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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簡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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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某些架構之下 我們希望我們有一個更好的目標去是 我們要追求的目標就是資訊的共享 然後我們希望創造一個更好的 能夠多元參與的一個社群 然後讓建構一個生態和有機的環境 是讓參與者在這邊可以自由交流 然後彼此能夠去為社會做更多 為台灣做更多的貢獻這樣子的事情 那所以中間也許會有意見不同 也許會有領導者出現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大家都可以成為領導者 就像我們後面說的 去中間進化的意義也許是在於說 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那個 open dancer 好 那我今天分享到這邊 那還有問題嗎 還有其他問題要問 有沒有其他問題 來 小白 我想知道 你真的吵架之後怎麼處理 吵架之後怎麼處理啊 到目前為止沒有進去法院的 因為我的強項就是讓大家不用進去法院 我覺得有一些為什麼要講規則 就是當你弄清楚規則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規則在之前大家會遵守 那萬一有吵架之後需要討論的地方 你也知道即便我不舒服 但是我可能還是在支持社群的理念的狀態下 我願意接受 就是其實我覺得有一種體質是GDP人的體質 那跟外面的人的體質不太一樣 外面的人會覺得我的東西為什麼要跟你分享 但是我覺得GDP人的特質不太是這樣 你做的東西有更多人來用它是更好的 那只是我希望大家要彼此尊重 然後把你 當你用了這邊的東西之後 能夠回饋回來 讓社群更大這樣子 那你說有 所以今天就講到這邊 我超時太久了 好 那謝謝大家囉 謝謝